宣讀第一 七次会议记录 报告案案一 108年公有文化资产辅助外第二阶段 诅记贴代理情形结论 同意备偿 审议案案一 士林区铺公益文服务中心预定 并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 本案回避人数零一位 委员总人数二十一位 出席委员十一位 出席人数打委员人 委员会人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零位不同意十一位 同意人数为达出席委员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决议不同意指定古迹 不同意登陆历史建筑经验建筑文化景观及俱乐建筑区 并解除文化景观列出最终 案二 大同区大道成变变所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 结论 一 本案回避人数零位 委员总人数二十一位 出席委员十一位 出席人数达委员人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十一位 不同意零位 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决议 同意指定为直辖市定古迹 二 公告事项 公告事项经委员参业 三 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古迹指定不废值审议 办法办理后续事宜 案三 历史建筑市长官邸 扩大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 结论 一 本案回避人数二位 扣除回避委员人数 委员总人数十九位 出席委员十位 出席人数达委员人数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十位 不同意零位 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人数三分之二以上 故本案决议同意新增中正区中正段一小段226-1地号 纳入历史建筑市长官邸定着土地范围 二 公告事项请委员参业 三 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陆废费指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 案四 市邻区设指导二十处建务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 结论 一 本案回避人数二位 扣除回避委员人数 委员总人数十九位 出席委员十位 出席委员人数达委员会人数二分之一以上 二 本案暂缓审议 请文化局提供本案完整资料 封委员了解后 再提送本审议会审议 以上会议记录请委员同意备访 需负提供电反击 总人数乎针对传承委机 是它议审议会议会议会议 建议 网友直辖式政敏范及陈月记者的老师傅 自由之家 大棟之家 彈簧球場 紅甲維護士 大棟總保安宮 財幣公本堂等 六處位置報告案 謝謝 按由之鄉出定古籍 成願記者在老師 古自由之家 大棟之家 彈簧球場 依據文化地產保安法第17條 古籍指定及被審查辦法拉條 廠內政府分別於74年8月29日公告 成願記者在老師府為第三級古籍 農產農參寺大棟統保安宮為第二級古籍 81年1月10日公告台北公會堂為第二級古籍 另外市府分別於92年1月21日 92年4月23日公告自由之家 大棟之家 韓網球場為市定古籍 何先敘明 上菜六處古籍 文化部分別於107年8月22日公告指定 成願記者在老師府 大棟之家 韓網球場 自由之家為國定古籍 另外107年11月12日公告指定 蒙桿龍山寺大棟統保安宮為國定古籍 以及108年1月24日公告指定 台北公會堂為國定古籍 因此本案一古籍指定及被指審討犯法 第八條第二下 辦理被指之家試定古籍指定事宜 已辦 本案您請同一續辦 之家試定古籍成願記者在老師府 之後之家大棟之家韓網球場 王一甲工三次大棟統保安宮 台北公會堂等六處被指公告示宜 上 好 各位老師針對這個 包括案已是否認同意這六處被指公告示 在那邊請來一點 好 如果沒有 我們下一個案 報告22 案有108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 第二階段補助機會 辦理報告 你辦理情形報告案 根據文資法第三條基 台北市古籍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居若建築群補助作業要檢 本案第二階段公有核定補助結果 在本審議會第17次審議同意被查在案 然後現階段的私有補助案本次申請的狀況 私有文資的經常文文案 然後至本門案 以下金本局核定的分配結果 說明如下 最後文資經常文的部分 台北市市定古基營 鬆格局部緊急場修計畫 入口景觀博侃等 景觀水池及中間環境 博侃及圍牆案 經被概算數為3945,000元 原則同意自然能類別補助 以3156,000元為上限 另案私有文資補助經常文部分 方南一方居創建143週年慶 然後本局基於鼓勵宣導 古基及傳統文化 原則同意以補助場地部致費 及文資創意品費為限 補助金額以65,000元為上限 中上 省市經分配後私有文資補助資本門余額為4萬4千元 金炒門余額為48萬5千元 您請同意被查前述合併補助結果 補助分配結果將公布於本局網站 以上 對報告案2的兩個補助案 各位老師沒有其他的建築 如果沒有我們就第三案 第三案 案由台北市南港區南港斑四小斑 四一五地號等五一土地 新增新建工程 零一史建築南港平蓋工廠 涉及文化和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 規定報告案 本案依據文資法第三四條辦理 南港平蓋工廠於104年4月29日公告為歷史建築 而頂率開發在南港平蓋工廠旁邊 要新建一個新建工程 並依文資法第三四條 檢送相關計畫過去審查 本局108年5月31級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為結論會議 今審查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三四條熟練有破壞歷史建築完整 遮蓋外貌 阻塞器官 通道之餘 續送本省議會報告 請申請單位依文一致修正後 提送相關資料獲取確認 廠商於108年6月10日 請送報告獲取 續送詹委員聽權書面審查 檢布本案文化資產第三十條報告書 本案是本案的第幾地形模 紅色部分為新建工程 藍色部分為歷史建築南岸平安工廠的位置 本頁視視覺模擬圖 以及新建工程跟南岸平安工廠的相對位置 視覺影響說明為 本案文一般事務所 並將冷氣主機配置於西車工作陽台 各項地面運用玻璃圍幕集裝四柱形成固點 現代共存的風格 並以基座跟駐列規律性 遠處呼應歷史建物避免 且無任何相關顯物 設施影響歷史建物整體的視覺美觀 相關內容 請委員想報告書第十頁 本件是視覺模擬圖的B跟C的位置 請委員想參報告書的第十二頁 你辦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東四角端C5B號等 無批土地新建工程 臨因歷史建築南港平安工廠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所列有 破壞歷史建築日完成 這該請外貌或主設計官的通道之餘 你請同意被查 二請開發單位 一被查日報告書距離執行 三法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對報告案三 國安港港東四角度中間的這個工程 有沒有設計三四條的規定 依據六科的建議 都會問有沒有其他的一件 好 如果沒有 我們就第四了 報告案四 案有台北市萬華區 福西溝通共駐在統包工程 林歷史建築西溝南路十四之三號 電屋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對三十四條規定報告案 法案依據 法案依據 執法三十四條辦理 辦理情形一 西溝南路十四之三 電屋於一百年一月五日公化為歷史建築 建國工程不會有限公司 將於該歷史建築旁 兩地土地辦理新建工程 因林靜歷史建築 並廠商因文治法三十四條 檢送相關資料獲取審查 本期 序於10807.25的邀請委員 遭該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本案 經出席委員審查 會有違法文治法第三四條 鎖鏈相關事項 續送委員審議委員會報告 請提案單位的一文一間修正後 提送資料獲取確認 案情形三 廠商於10807.18的提送本案 報告書修正過局 續送張委員聽權 劉委屬立張坤正委員 書面審查通過 檢付本案文治法第三四條報告書 本案的地形圖 紅色部分為新建工程座肉土地 藍色部分為歷史建築 西林南路14至3號電屋的位置 本章為視覺模擬圖 包括歷史建築 跟信念工程相對的位置 請委員參佐 禮拜一 文化區福興公共工程 統包工程 歷史建築西林南路14至3號電屋 為文化資產保存 把第34條鎖裂有 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官員通道之餘 請同意被查 禮拜二 請開發單位 一被查是報告書距離執行 禮拜三 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各位委員 正對這個報告案 是福興雙夢處在 統包工程 034條的 老師們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我們沒有 我們就同意被查 但是那個議程資料裡面 請留個注意一下 前面有詹 委員天權留的委員俗 引到張委員就不見了 也就是張規則的書面一見 這個部分 以後 拜託 用語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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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嗎 所以你們剛剛自己在念的時候 也可以給大家 好 這個部分我們自己來處理一下 好 來 我們進行神醫案 案例 案例案由南港區 研究院路一段120號 缺家組錯 文化資產教學神醫案 本案依據文治法第78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犯法 歷史建築經驗建築等會是廢止審查犯法 辦理 辦案情形一 本案由於106年6月27日公告 登陸為歷史建築 經台北高等行政法任 以107年9月13日 判決的撤銷與處分及訴願決定 本局為避免據文化產家建物遭破壞 英文治法24條 暫定古蹟條件及程序法 並職權金能源現場現刊後 進列為佔定古蹟 序一 文治法第1718條 啟動審議程序 該建物的地址為 台北深山港區 研究院路一段120號 建物建號及土地建號行為參桌 報告書第六頁 辦理情形三 本局於107年10月25日邀集委員 辦理文化資產的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 本次會堪 人用委員請假補課前來 又設建物及土地所有權益 故本局將在邀集 本次文治委員 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堪 針對建物資文化資產價值及範圍 進行謹慎評估 屆時在會整相關資料 送本次文治審議會參考 進行建物及土地所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 第二次專案小組會堪時 播放出席 辦理情形三 一 前次會堪結論 本局序於107年12月17日 需要其他委員 辦理第二次專案小組會堪 會堪結論 本次會堪起107年10月25日 第一次專案小組會堪出席委員意見 將納入會議資料後續 一併提送本審議會審查參考 審議會時間定案通知 請所有權人務必到場表達意見 辦理情形五 本局為尊重所有權人權益 持續整合所有權人意見 為為保護佔定谷基的安全 以文治法24條 延長佔佔定谷基身份制 108點9月13日 並於期限內 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六一 107年10月25 12月17日 兩次專案小組會堪 委員針對保存範圍建議 中整如下 建物前側以研究院路為界 左右兩側以左外護榮 右外護榮之外牆起 以牆高為水平流色距離為界 或右側流色院子緩衝 或以增建空間殘存牆面 至垂直線為界 建物左側及後側 以南港區中南段 一小段 177地號為界 原始 依前述建議有關歷史建築 做土地範圍 擬定兩種方案 方案一 以建築物定做土地 之地底線為範圍 包括南港區中南段 一小段 177 178 179 179-186等 無比地號 即建物前側範圍延伸至研究院路 建物右側以南港區中南段 一小段 178 179-186地號 之地極限為界 以流色較大之緩衝空間 建物左側及後側 沿南港區中南段 一小段 186地號為界 使建物與保護區間 有應緩衝空間 定頭土地範圍翔也四 八二 本方案範圍是前左後側同方案一 即沿南港區中南段 一小段 179-186地號 之地極限為界 右側以右外護隆 外牆向外推兩公尺為界 較低方案範圍小 定主主地範圍小頁五 本案的地極組 方案一的地極組 定主主地範圍及建物本體的範圍 請文言三左 此為方案二 定主主地範圍及建物本體的範圍 拜請行三 其他補充資料一 文化資料引估報告 相附件六 第15至25頁 補充資料二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補充資料三 高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6年度數字第1808號 請委員參佐 本案的基地行照跟地形圖 此為建物現況的照片 包括建物部的政廳跟建物的右護隆 以及建物政廳內的照片 以及右護隆內部分的一個照片 請委員參佐 此為德彥居集兩層樓建築的一個現況 以及建物主護隆的一個建物現況 此為兩層樓建築的現況跟建物前撤的圍牆 文化資料評估報告 請委員參佐報告什麼內容 是有這個要發言的登記 要登記發言 第一位是薛中衛先生 想掌握時間三分鐘 謝謝 這個基本上我們是反對是說 把我們的那個議席必要第1號 第5位的等於事件 那裡有一三個 第一個 第一個委員是說 那個就是說我們缺佳的老財 有一個天賦是說 缺佳在南港的開法律史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缺佳在那個光之北 天賦 人賦是三代單船 所以我們跟缺佳其他的那個 新缺的家族並不清楚關係 所以然後正廳古厝的話 是因為道路的拓寬 道路的拓寬 然後也就是說池塘已經沒有了 然後缺佳的正面主宅 本來是宜蘭富草的 然後因為那個宜蘭也沒有在出的這種草 然後池塘也不見了 所以那個正廳遠復當初的那個 其實應該沒有保留的價值 另外委員又建議到是說 這個左側富隆 另外有兩三頭的建築是德園區 所謂的委員都一直認為 那個是所謂的歷史建築 所謂的槍樓 一口多的防禦做到 一外五個的防禦可以使用 其實我們德成軍德園區 那個完成於1920年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13年 可是那時候是日據時代 從1895年到1920年 已經接近了30年 在日據時代的話 應該是說治安很好 所以根本不應該是立為槍樓 而且那時候也不能有持有槍支 怎麼會有底力土匪的左右呢 其實很簡單的委員都對於槍樓的認知 根本都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對我們缺角來講 為什麼蓋成兩繩頭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風水問題而已 就是重難輕力 難左領右 然後我們的正門 那個門不開正門也是因為是說 我們希望冷靜汪而不重不錢才 所以沒有開正門 其實所以對文化局的觀念 他們對我們建屋的認知 基本上都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所以我想說 本來是希望是說 在我們的17GD 這個應該是說 應該建屋南港的開發 我們地主堅決反對是說 把我們立對為歷史建屋博士圖記 謝謝 謝謝 而且總共是三位 第二位是缺平和先生 那位委員 我地主缺平和 我金鐵反對 列為歷史建屋跟古蹟 而地面的面積 那位租建屋在17GD號而已 那個文化局 什麼把我們的化為擴大 那個什麼18618等其他的D號 就八比D號 是完全錯誤的 據說姬太也有上述那個 那個行動法院 行動法院推下來 是文化局不對的 你們將心比心啊 那個 公佛們協佳的 而生存的 潛力 你們 而作和感想 那下一位是劉玉春 各位委員 其實你們說領的是公家錢 真的你們 你們 以這三條的理由 第一它是最佳 對南港的一個影響 他們這邊 根本就以前就是單傳嘛 所以你們根本都沒有去查嘛 第二點 他的槍樓 你們一直跟人家講 黃玉佑 這個是齁 這個你們聽了 他們在講的齁 是他漢言 而且當時呢 你們委員會談的時候 他們邱家的子孫 一直在跟你們講 這個你們通通不採納 這個你們通通不採納 第三點 他的建物本來是已經 已經勘慮了 如果說壓死了 今天是文化局 是要負責的嗎 以上報告 謝謝 請發言完畢 對這個案子 老師們 我們要表示一件 現在好像是針對 這個範圍的討論 有兩種方案 那優格要不要 再要說明一下 這兩個方案 當時先看的 我們可以解釋 報告主席 這兩個方案主要是 委員們針對 針對歷史建築 他其實 范圍當時 在會看 兩次會看 都有進行一個建議 那他建議的 包括就是說 其實建物兩 前廁是 研究院路違界 那往前拓展 是因為 他其實就在建物的 一個前廁 那他影響的這個建物 正義面的影響 所以建議是往前 拓到179-1帝號的 紅線上 就是畫面的 右邊的這一條紅線上 那在畫面的 左邊跟上方 則是 因為他其實是保護區 所以 其實我們就是沿著地界線 來做保護 那委員當時也有建議 就是 就是在 比較重要的是 就是 在右護龍上 要留設一個緩衝的空間 因此 在畫面下方 他其實是右護龍 那我們有 根據委員意見 理據兩種方案 一種是 以這個兩公尺 這個牆的一個垂直線 的兩公尺為界 一個是沿著地號 來做一個畫色 報告人 兩個案子 在 在小組的時候 有哪些老師出席 還是 給我們一些指教或意見嗎 兩次會看的 主要有 這個 蘇寧委員 張坤聖委員 跟蘇寧委員 王委員 以及 這個 張晶聖委員 跟黃士軍 黃士軍委員 共六零委員 參與了兩次 一個專案小組的 一個現看 現看 以及這個 針對建物的一個範圍 在這個會看的 這個意見表上 也有進行的一個 意見 的建議 我看好像兩次 價值的部分 好像大家是比較有公私 那範圍的部分 今天是要就兩個範圍 跟蘇寧委員做決議 那老師們 針對兩個決議的方案 一個是照地形 一個是就佑護龍 然後 方案二的部分 這個是方案一 就是照地形 方案二是就佑護龍 保留兩公尺的距離 面積比較小 周希 麻煩一下 請你們回答我們的問題 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就換人來討論的 今天你才看起來是就換人 不是喔 我跟你講 請我們來發言 我們不是來討論畫面的部分 請你各認定的理由 請這些委員來回答 好不好 總是要說的 我們心無口無嘛 是不是 抱歉 請尊重一下議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老師們 第一次跟第二次有序的 就這個範圍的部分 有沒有做什麼樣的建議 或者是討論 張老師有沒有 還是 主席 各位大好 我想我們第二次再去 其實就是針對那個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那個判決 判決書裡面的那個理由 主要是針對那個 附屬建造物的那個範圍 跟那個整個建物的那個比例之間 有那個 比例不太符合建築物的那個 跟土地之間不太符合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第二次去做確認的時候 特別針對那個建築物所在的那個範圍 跟現場的狀態 做了一個 一個確認 所以才會出現方案二的狀態 這個部分我補充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老師做補充 所以 主要是針對高等法院的這個 判決意見 然後做了這個範圍的這個 修正跟認定 那有兩個方案 那我們 業務部門有什麼進行的方式 有什麼建議 跟主席還有一個報告一下 當時 台北市政府這是一代14 這個法院對於建物本身的文資價值 只要尊重委員專業的判斷 還沒有太多的琢磨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最早 最原始的那個 武基保存範圍是到底下這麼大 一個範圍 他覺得這個似乎不符比例原則 真正的建物只有到這邊 可能卻跨了那麼大的範圍 所以因此而敗訴 所以 針對委員的這個 針對法院的這個判決 所以請委員又繼續 再召開了後續的會看 跟專案小組會議 那委員已經 針對法院還有這個地主的意見 把這個範圍縮小了 變成兩個方案 一個是比較單純 就是沿著地極線 把這個範圍縮小 這個部分排除 這是剛才的方案一 第二個的話 是說到更小 大概只有原來的一半補道 沿著就是把主要這個建物 包括在一套 但是這條線 到時候可能會再分割一下 把這條線理定出來 那今天呢 最主要就是 請各位委員 是不是針對這兩個方案 看哪個方案 可以 能夠兼顧這個文字的保存 以及地主的權 來做得到 如果照老師們的建議 我們用投票的方式 接下來是要投票吧 所以就是 請老師們在這上面寫方案一方案二 還是方案一不同一 方案二不同一 方案二不同一 主席 主席 不是當老師有個提醒以外 還沒有其他有去現任老師要投票 哎 那票票的有都給老師了嗎 跟主席报告 请问各位委员针对所有权人 有没有需要寻答或者提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请现在相关的所有权人到旁边一起 因为委员要进行投票 麻烦请您坐 谢谢